普京不仅控制了俄罗斯政府,也控制了俄罗斯国家杜马,前不久,统一俄罗斯党提交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法案, 尽管被俄共等发起示威游行反对,俄罗斯男性人均寿命不过68岁多一点,退休年龄居然高达65岁,但杜马依然将其顺利通过,增加俄罗斯民众工作时间的同时,又减少了政府养老支出等,对现在财政困难的俄罗斯政府来说,这可得算是一件好事。 正因为国家杜马被控制,新闻中不是可以看到不少俄罗斯杜马议员,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,说不好到底是不是提高知名度不关注。 近日,美英法针对续军可能在伊德利普战役中使用化武,威胁会动用巡航导弹攻击续军。 俄罗斯情报部门甚至给出了详细信息,英国特别空勤团SAS负责指导HTS动手释放毒器,仿佛亲自参与了行动计划制定。 一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表示,应当向叙利亚部署战术和武器。 不过,这名议员的呼吁,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。 毕竟,俄罗斯的权力核心是在克里姆离宫,而非国会大厦。 根据现有报道看,俄罗斯海空军倒是的确在向叙利亚增兵,但其明显无法这里占据优势的北约海空军对抗。 至于俄军是否在叙利亚周边部署战术核武器,谁也不知道,在地中海游异的俄罗斯巡航导弹和潜艇,其发射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,倒是可以安装核弹头。 不少无知群众也经常叫嚣使用核武器,须知,自二战结束后,还没有任何国家敢在实战中动用核武器。 一旦动用核武器,意味着潜在对手,也可以向自己发射核武器。 现在的美俄关系虽然紧张,还远远比不上冷战最紧张的时候,为了叙利亚与美国及北约爆发核大战,普京虽然硬,但精神状况,还没看出有风的迹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